西半乡是我县最偏远的乡镇,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的文化和纯府的乡土人情,自我县启动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事点工作以来, 我向扎实开展以宣讲理论政策,组织文化活动,培育文明风尚,开展培训教育,提供人文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文明传习活动,依是以百化文化传承为抓手。 我们依托西半特有的百化文化,深入挖掘克阳文化品牌,将新时代思想,歌读文化,词小文化,相逢文明,一崩一俗等内容融入百化艺术,打造感恩举育口德肖渡口,秦莲西拜,幸福胡大口,和美度坑等一批品牌特色村庄, 二是大力弘扬慈祥文化,开展各村最美六星文名户,最美媳妇,最美婆婆,身边的好人,等一系列典型人物评选,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。 带动群传一起参与传习,深入挖掘上西坑村流松华十年如一日,无常为古花老人服务,取育口村一把扫帚扫出的相逢了名本故事,并加大宣传力度,三是深入推进一封一俗治理,在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,并将一封一俗的相关要求,纳入存归名约中。 同时,全乡大员带头限定承诺书,带头婚事兴办,丧事解办,四是组织好文明传习志愿服务,为实现更好的传习效果,我们邀请县乡丰民讲师团,到各村开展宣讲活动,在各村开办文明传习专栏,同时,组建了一只骨干传习志愿者服务队伍,组织开展,各类志愿服务。 接下来,我们将强化传习针对性,异托志愿服务队,新西方名户,产业带头人等,开展好传习志愿者培训,拓展各村的传习点,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不同角度,不同层次的传习工作,通过评学表彰最美传习志愿者,举办我们的婚礼,我们的节日等一系列传习活动,丰富传习活动内容。 继续深入挖掘克养版画文化,依托版画场下宣传相逢文明,让志愿者定期上门服务,在文化礼堂,定期举办文化和文艺活动,形成长效化,常态化的传习工作机制。 记者周陆林编辑周慧敏坚持正立社。